嗨,大家好,我是上网妈Ellen 把家里收拾一下,洗下完,照例我要出门啦 今天还是去婆婆家吃饭 公公今天她上班,所以不在家 就是我们几个人吃,随便吃一点 网友们的评论呢,我基本上每一条都会看的 只要我看到的呢,我一般也都会及时回复的 但是有一种评论呢,我是不会回复的 就是关于生孩子的问题 经常看到这样的留言或者私信 他们就是想问我生殖秘方 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生殖秘方 因为我自己在生孩子这条路上 也是经历过很多曲折的 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就已经33岁了嘛 那时候呢,我们就想着快点怀孕 然后快点生孩子,赶在35岁之前 因为众所周知,女生过了35岁以后呢 卵子的质量就会下降嘛 所以我们就一直是想赶在35岁之前的 但是呢,其实我35岁之前就迟迟没有怀孕 后来呢,我就去看医生了 所以呢,我也建议那些迟迟没有怀孕的玩意 最好呢,就是看医生 他们的心情呢,真的我也是非常理解的 就是找我要秘方,我真的也是没有 我当时去看了医生以后呢,不两年吧 如果还没有怀孕的话呢,就诊断为不孕不育吧 我那时候就去看的时候已经超过35岁了嘛 医生呢,就建议我尽快做人工受孕 或者说试管婴儿这样子 嗯,因为女生过了35岁,卵子质量会下降嘛 我们是在那个Jefferson医院问的 他当时给我们的报价是一万六千块钱吧 好像是哦,我有点记不清楚了 反正一万六左右吧 他说,根据我那会儿的身体情况呢 他说基本上我是,嗯,他就是包的 他说的包的意思就是说,一次不行 第二次可能就是免费的意思吧 好像是这样子说的 嗯,后来我们回来商量了一下呢 就是大家也都同意了,就支持我去做吧 后来我说那既然这样子呢 我就要先回国玩一趟 因为如果就是怀孕了生孩子 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了嘛 可能那会儿呢,我也就卸下这个思想包袱了 然后呢,就回国了 回国玩了一趟 当时呢,就是我老公跟我一起回去的 他好像是待了两个礼拜吧 我呢,就是待了一个月出头一点点吧 后来我一个月出头回来的时候呢 那时候也是到医院去,就例行检查吧 就打算去做那个人工,哦,试管婴儿了 后来一去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我 我已经怀孕了 啊,所以很幸运我就,我就没有花那笔钱 然后我就已经就自然怀孕了 再后来呢,我之前的视频呢,也有说过的 我呢,在安妮十个月的时候呢,我又怀孕了 那次怀孕呢,我是一点都不知道的 我也是正常的去做妇科评件 然后医生告诉我,我已经怀孕了 呃,所以我那时,其实应该就是在普鲁期就怀孕了 之前不是医生诊断了我不孕不孕吗 然后呢,再加上我又在普鲁期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不小心意外的怀孕了 那后来既然怀孕了呢,那就只好又生 那几年其实我真的过得挺辛苦的 一个人就拖着两个那么小的小孩 就是完全要我照顾的那种 所以呢,我建议就是婚后迟迟不遇的姐妹呢 最好就是去看医生 不要在网上听信一些什么偏方 这样比较靠谱一些 而且就是说我们女生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呢 怀孕会越来越困难嘛 就抓紧神经去看医生 我当时记得去看就是不孕不孕的那个专家的时候呢 她好像跟我说我们的保险呢就是 做试管婴儿呢就是要自己掏钱的 但是如果说是做人工受孕呢 好像是基本上是免费的我记得 所以我建议美国的姐妹呢就是 最好就是带着保险呢去问一下 因为有可能就免费了就不需要自己掏钱了 我也听说有一些人有一些粥好像有规定 就是试管婴儿好像也是可以减免一部分的 就是自己去查一下吧 后来我生了那个弟弟以后呢 我一个人带着这么小的两个baby呢 其实真的也是挺辛苦的 但是现在熬过了以后呢 就觉得一切都还挺值的 好了我们到奶奶家吃饭了 我现在做的 哦那爱很大耶 带着帮忙给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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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今天要挑了五条苏瓜过来 一顿 两顿 有什么 你买的 你买的 有两顿 有两面 我有 有 小宝他们天下作业都写不完 她应该 喝 够了 你吃饭了 嘿 不讲 OK i need a high 我来啦 我来啦 等一下 你知道它的肉是多少钱一个吗 是谁 喂 喂 那我们喜欢有时候一定要放 叫什么 叫什么 啊 啊弟弟叫你了 叫 叫 叫 你不叫啊 安妮就叫喽 安妮好多笑 好吃饭了 爸爸今天上班对吗 嗯 这个要不要 我也是爸爸 这个要不要 这也是爸爸 吃不吃鸡肉 给他吃鸡肉 他吃不吃 他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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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不吃啊 他几天没吃肉了 有用你的不吃 他不吃 等一碗 妈 妈妈一会 我来 我拿 怎么喝 我要果汤 妈妈可以吃钱吗 妈妈可以吃钱吗 妈妈好吃啊 哎呀什么都不要 但是什么好玩 但是什么好玩 不知道他吃什么 他最近好像没什么胃口 这大鱼好大哦 你那几分还大呢 他怎么钓那么厉害哦 钓那么大的大鱼 你看这大鱼真的挺大的 这人本是好大 这个状态的出来 像不敢拿着 这个状态的状态 嗯 嗯